第36,36-38是体组 阅读下列叙述后回答36-38体 不同的动物可听到的声波频率范围不尽相同 狗可以听到一些超声波 所以狗之训练员可以利用超声波无音笛呼唤狗儿 超声波对于蝙蝠更为重要 这种动物是靠超声波来看世界的 例如蝙蝠会发出一连串的超音波 声波遇到障碍无便会反射 蝙蝠便借由分析回声的方向和回传时间 便可知道环境的精确图像 超声波因为频率特高 具有穿透性强、能量大、破碎力强等特性 目前已广泛运用于生活中 那么第36题是问 当训练员吹频率为3万克的无声笛后 狗儿经过两秒钟才听到声音 试问狗儿距离训练员约为多少公尺 当时声速为每秒300公尺 所以我们现在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经过两秒才听到 就表示这个声音要走两秒钟 而它的速度是每秒300公尺 它花了两秒钟 所以它总共走了600公尺 也就是说这两者距离是600公尺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 试问狗儿距离吸训练员约为多少公尺 我们答案选的是B 600公尺